どして どして是一个复合注词 什么叫复合注词 一个基本的注词 加上一个固定的语尾 变成了一个新的 具有注词功能的用法 所谓的具有注词功能的用法 就是它成为了一个固定的结构 而大部分 也都会是放在名词之后 那是不是就带有一些 注词的功能呢 遇到复合注词 最重要的就是 把它拆开来 拆开来什么呢 例如どして的do じゃして して是します 是做 do 是内容 那么どして表示什么 作为 常用来表示某一种 资格 身份 或者立场 我们看地区 留学生として 日本に来ました 我身为留学生来到日本 我以留学生的身份来到日本 表示了自己的身份 一个人 因此 没有当人的资格 这是一种资格 各位只要记住 どして 翻译为 作为 就好了 好 谢谢大家